那我想我们就是有两位的面试官 那今天就是有郁昕跟这个彦竹来担任我们的这个面试者 首先先欢迎两位来我们公司面试 那我想今天会希望说利用这个面试来了解各位的这些经历的状况 以及我们可能考虑我们两位可以进到我们公司来服务 那我想首先会先请郁昕跟这个彦竹 是不是能够简短的做一个两到三分钟的自我介绍 我们是不是先请郁昕 好你好两位面试官好那我是苏玉昕毕业于名传大学 那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广告行销跟企划 所以我就读广告学系 那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问题解决家 就是我很上场观察然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并且找到方法 这个特质我相信我可以在行销这个产业可以获得很大的发挥 然后进而变成我的优势 谢谢 好那面试官好 那我叫张燕竹 我来自于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 辅修人力资源管理学程 那以下我从三个层面来介绍我自己 那首先是在于课业的部分 那虽然我是就读中文系 但为了拓展自我的视野跟涵养 我研读了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 创新创业等领域的学科 那我在课程中也获得了不错的成果 那在实习的部分 我也曾在南貌科技和中华民国多外贸易发展协会实习过 那分别是担任教育训练跟电子商务实习生 那在过程中我学习到了要如何活用数据分析来动态市场趋势 并有效地来提升流量 以及运用数位行销来推广现场课程 那在社团的部分我也曾经担任过校内社团的干部 以及校技间的沟通桥梁 这也让我培养了良好的应对进退的沟通技巧 那我也很希望未来有机会进入贵公司 更加精进自我的专业职能 也希望有能力为公司组织的技巧奉献行李 好 我想谢谢两位的自我介绍 那我想也提醒各位同学就是说 新鲜人找工作基本上自我介绍基本上一定会被问到 而且各位要想清楚就是我们才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够准备一个两三分钟的自我介绍 那基本上很多的同学如果把这些优劣事准备好了之后 几乎很多同学是在讲完三分钟自我介绍之后 就有可能给面试者一个很深的印象 而且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三分钟里面 能够尽量把自己的优势跟企图性表达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你几乎会被录取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好 我想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两位 就是说因为今天你们是来应征行销的工作 那在你们过往的经验当中 包含你们在学生时期可能有一些实习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在社团的一些经验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在行销上面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成绩 好 那我觉得在一开始 我跟行销有一点相关的经验是发生在我衣裳的时候 开始去找打工 那我的打工的经验都是在餐厅工作 那在餐厅有小小我觉得跟行销比较相关的就是在 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 那这时候阵子可能说 那我们现在要推的是什么拉面 那麻烦就是前面第一线在点餐的同学 就是你可能就要麻烦帮我们推这个拉面 或是我们这个面可能快要就是不新鲜了 那这可能就是你可以跟客人推荐一下 那我们可能就会换一个术语 跟客人说 哦 那我们这个面现在正在主推 那现在可能有什么促销优惠 这是第一件我在大学的时候 发现我跟行销有比较相关 那再来是我在大四上学期的时候 我找了一份媒体公司的行销工作 那这时候是我真的跟行销就是有比较有接触到 然后也有跟业界接轨的经验 那就是我们会在行销公司里面帮忙做一些 比如说像活动前期可能就是跟一些 现在俗称的网红或是网美接触 然后我们也办案子 办专案 那从前面到后端中执行 然后到最后面可能做结案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整个参与到这个行销过程 那我觉得是一个实战经验的累积 谢谢 好 那请晏竹 好 那我想要跟面试官讲的是 我之前在冒写的实习经历 那我是担任电子商务实习生 那在过程中我用到了台湾经贸网的后台数据库 去观看购买者的浏览记录 以及他在社群互动的状况 跟他观看的次数 然后去建构一个购买者行为的分析的数据库 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做后续行销的推广 那我也利用自身文案撰写 那试锤设计以及影片剪辑的能力 去提供消费者刷所需要的产品资讯 那此外我也非常地基于在建构 我们网站的关键字SEO 那在其中有一个品项 它是珍珠粉的部分 那我主要是透过GA 然后还有AdWords 然后去找出比较重要的关键字 那有一个品项珍珠粉 那我挑选的原则主要是 依照搜寻量高 然后进入层数低去挑选 那挑选一个龙跟珍珠粉 那在一周内让它同没有排名 然后进升到了32名 那是大概落在搜寻院的第三页 那我有这样成功的经验之后 我又后续建构了300个 300组关键字 那其中有100组关键字 在三个月内有到Google搜寻院的第一页 那我也觉得这可以提供产品的曝光量 然后也可以让台湾的品牌被事件看见 那我觉得行销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好谢谢两位 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未来的 我们公司的行销工作 会有很多的挑战 那当然 都会有成功跟失败的经验 所以我就才讲说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也希望说 了解一下各位 尤其是失败的经验 所以我希望说 能够了解一下 这个玉兴跟彦竹 就是你们在 不管是在生活上 工作上 或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 打工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什么失败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给你得到什么启示 那也许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我们先面试先请玉兴 好那失败的经验 我会联想到 我第一次打工的时候 就是前面刚刚讲的那间 拉面餐厅 那我第一次 我是工赌生 那我第一次就是读到一面 自己换发票 就是我很对这个发票 这种事情就是非常紧张 然后我就第一次 第一次自己换 然后后来我发现 在最后结算的时候 我收纸连跟就是纯跟连 就是跳号 跳了一个号 然后当时回来的阵子 发现的时候非常紧张 一直直问我说 为什么会跳号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一直问我说 你知道这样子 这样后面如果中奖的人 是没办法对讲的 你知道吗 当时我就很紧张 我当时已经不知道 我的表情是什么 就一片丑云场雾 后来就是正直也就是很失望 告诉我说 好没关系 那你先上去东西收一收 回去回家休息吧 我上去的时候 我就马上想到 还有一个方法 那我就拿出手机 我就赶快查说 发票如果错号了怎么办 那我发现在网路上 我找到非常多 有经验的人 就是有经验的前辈 教导我们就是 要怎么解决 比如说可能联络会计 什么的 我就马上冲下去 跟正直说 我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试试看这样 那这个经验 就是从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到为自己负责 这整个过程 这整个历程 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 因为我觉得困难跟挑战 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圈圈 然后一直转一直转 但我找到一条路 然后可以转出去 那瞬间我觉得 心情是很有成就感 是比较 很释放压力的 所以我还满享受这整个过程 就是找到问题 然后解决它这样 谢谢 对我想预兴这个经验 真的我也感觉到你这个 真的应变能力非常好 虽然发生了问题之后 你还能够 马上能够调整心情 然后能够透过很多网路 去找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那怎么样能够 去解决它 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正确的心态跟做法 那接下来请这个彦祖 好 那我想要说的是 我之前有担任过社团的干部 那其实我是参加韩文社 但我在刚接任干部的时候 我的社团成员 是陆陆续续的退社了 那因为我们设施的费用 它其实是由社团 所支付的费用来承担 所以当社团少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们社团就会没有办法运转 那我刚接干部 那我不能让社团 就在我手上就结束了 那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那后来我就去调查 那为什么社团 想要陆陆续的离开呢 那后来我就发现 那是因为学校新开设的韩文课 那所以社团他就不需要额外去花钱去学习韩文 那我后来就想说 那既然社团他不想要在社团学习韩文 那我就去找出我们社团跟学校上课有什么样的差异化 那其实社课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 那所以我就想要推动一个社团的转型 那他除了是专注于韩文的学习以外 他还可以去邀请韩国知名部落客过来做讲座 然后还有去邀请之前去韩国留学过的学长姐 回来做经验的分享 那以及举办一些韩文检定的读书会 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有个共同的目标 一起来努力 那后来我们也有创一个粉专 然后去推广我们这样的讯息 在最后成功让社团成功上升20% 好 谢谢彦卓也分享你的经验 我想问一下两位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觉得你们可以升任这一份工作 好 我们先请于昕 好 那第一个我觉得是我有乐成 加上我就如同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我从高中就立定志向 我想要走广告 想要走行销 所以我就读广告学习 那这方面就是我觉得我有充实的能力 就是包括学校可能课程或是 或是一些相关的经验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 像我在大一下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打工 一直到大师上我有两年半的时间的打工生涯 那我觉得在这个生涯中我可以发现我 在这个打工生涯中我只有换过两家公司 那可以说明我对企业是有绝对的忠诚度 然后还有我工作的稳定度 那从大四上学期就开始一整年的在 在媒体公司然后在资讯科技公司担任行销工赌生 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实战经验 那相信就是我在未来如果遇到挑战的话 我也有能力就是有应对能力 可以就是发挥我的专长 然后去解决问题 然后去让公司让贵公司 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 谢谢 好那我是一个执行力家 那由于创新挑战的人 那我还具备跨领域学习的特质 那我其实虽然我本身是就读中文系 但我还学了人力资源管理学生 那其实这是一门工商心理学 那它培养了我对人的高度敏感 所以我可以在解析数据的时候 能够更有效地去观察数据背后的意义 然后有助于我在工作上找出 Consument Insight 然后去发想Campaign 然后以及我可以运用我自身PS 以拉机影片剪辑的技能 以及我会GA跟AdWords等相关的征兆 然后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能力 让我快速在职场上能够有效地接轨 那除此之外 我为了要前接这样的工作 那我还去 我这学期透过国内交换 交换了政治大学气管系 去学习行销相关的课程 像是大数据品牌分析跟品牌管理 以及像是社群行销相关的课程 所以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承担这样的职务 好 谢谢两位的这个分享 那我想最后要请教两位 就是我想在面谈的过程当中 觉得各位的专长跟意愿 都很适合我们公司的需要 那我想最后再请教说 不晓得说在希望待遇上面 不晓得说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那是不是先请这个玉欣 好 那我在面试之前 有先到就是贵公司的求职网 先看一下 在一零四的薪资的分析图 有看到在行销值 约莫就是两万八到三万这个区间 那我希望就是可以 就是一公司规定 那我就是先给我最低的两万八 那我也希望在我通过三个月 试用期之后 它是一个比较弹性的幅度 可以做调整可以再观察 谢谢 好 那其实我有上网事先查过 这个职位的薪资水型 差不多也跟上位同学差不多 可是那我想要询问的是 那贵公司的在薪水这部分 有怎样明确的范围吗 我们新线人的薪水来讲 大概公司大概都有按照直等直几 有规划一个新线人的起薪标准 那当然就是我们会根据各位 如果是大学生毕业或是研究所毕业 那当然我们公司都是希望能够有脾气实物 就是我们希望的 经常我们公司的这些员工都能够在 基本上在薪资上面都是领先在市场行情的 那但是我还是很想了解一下 你对薪资的待遇的期待是什么 好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过相当多的实习经验 以及我有累积了很多作品集 那作品集的部分 可以在我的履历之后 有一个作品集的连结 那以及我有具备 像是我刚刚说的行销相关的证照 跟影片剪辑跟绘图等技能 那我也希望贵公司给我一个合理你的薪资 谢谢 好 那各位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去演练五个 大家都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先给两位同学一个掌声 好 那我接下来我想先请Cabel这边先去 就两位同学今天的表现 可以给一些feedback 好 我想今天时间因为真的非常有限 那我们只能针对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我必须提醒一下各位 就是说你们一定会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 那每一个都是个案嘛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去讲这个 但大家一定要准备 也就是说你在去面谈之前 你一定要对这些公司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因为我想现在Google非常的好用 大家都可以先到网路上面去search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有讲到一个 我发现就很多新鲜人会忽略 就在你在讲你这个自己的一些成效的时候 或者说你过去的经验的时候 记得要把它量化 好 那很多很多同学都会就是把它流于一种就是形容词 或者说用形容的方式 比方说我在行销做了哪些事情 做了哪些工作内容 但是却没有把它数据化 没有把它量化 那刚刚其实像举个例 比方说彦竹他就有讲得非常好 他说这个他当初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珍珠粉本来没有排名 最后进入到第32名 或者是说他的Google search 三个月内 从这个不知道第几页跑到第一页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数据量化的一个形容方式 那这个会增进你们在这个面谈的时候 会让主考官有更好的印象 那更具体知道你的成效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个小事情要提醒各位 有很多在面试的时候 有人会把手机关静音 但是实际上在面试的时候 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安静的 所以请你们把那个手机要关机 不是关静音 否则会很尴尬 OK 如果那时候手机响的话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鼓励各位如果你们再去面谈 如果你觉得这个面谈真的非常重要 你可以在家里花一点时间 做自己录影 自己模拟面谈 然后你再去看你录影的那个结果 自己在表达上面 这个语言上面 或者是说行为上面 有没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 那我想因为平常我们很少会去把自己的这个 录影的 把自己录影起来去观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建议各位这样子 好那我想我会简单回馈一下 就是说其实各位看两位同学坐在前面 其实我们没有套招过 我们只有昨天跟他讲我们要问什么问题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会知道说 其实都是临场 不是我模拟过 那当然两位同学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 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当然我们改善的空间 那当然因为完全都是希望说呈现实况 让各位能够那个胜利其境 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安排 那我想几点提醒各位 第一个就是说 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对等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刚刚并没有去做到公司 把工作内容跟求职者介绍 这一段我们并没有做到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未来你去做工作的时候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你来做业务工作 做行销工作 我们希望你做到什么 做到什么 他会跟你做双向的互动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同学都有来自不同的专业 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做到很专业的探讨 比如说你是法律系 你是会计系 你是职工系 可能也会面对到很多专业题目的挑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因为职累太多 我们也并没有做这样子的演练 那但是提醒各位 要把你真正能够带给企业的贡献 跟你的专业要能够准备好 那第三个就是 一般面试到最后 面试官一定会问你 同学很高兴 我们跟你谈了40分钟一个小时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那各位就要记住 当你去参加面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准备三个问题 你不能说你没有问题 各位要求吗 就是说谈得很好之后 最后你能够问出 很有建设性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你有准备 而且你对我公司是有意愿的 那这样的问题一般基本上都希望说是跟未来的整个工作 未来怎么样充实自己 未来怎么能够表现能够符合公司需求有关 而不是问他说 我们端午节是发多少 特休假有没有比较多 我想这都不是好问题 所以我想我简单回馈一下 也是希望说 今天我们大家到12楼参加履历见见 那刚刚又有很多的前辈 给各位提供很多 职场的价值观 跟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这场的演练虽然很短 但是我想我还是要感谢 我们两位同学真的勇于站到前面来 而且真的能够至少陪着我们演练 让各位都能够生力起进去走一趟 让我们面试的这个过程 那我想最后还是 是不是也是麻烦各位 再给两位同学一个鼓励